大家好,我是小慧,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简单有趣的小拖鞋,主要分一三个部分,首先从中心编织鞋底,再做鞋带,最后将鞋带缝合在鞋底上。 我们需要五股油耐棉和2.5毫米的钩针。 首先做第一部分鞋底,开始第一行,左手持线,先打一个活结,做13个锁针。 第一行,13个锁针完成,开始第二圈,再倒数第二个针目上编织,翻转之物,挑背部这条线。 线顺序,做11个短针。 在最后一个针目,做4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10个短针。 最后,做1个短针加针。 与第一个针目引拔。 第二圈,27个短针完成,开始第3圈。 先做1组短针加针。 再按顺序,做5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4个中长针。 再做6组,短针加针。 再按顺序,做4个中长针。 再按顺序,做5个短针。 最后,做2组短针加针。 第三圈,36个短针完成,开始做第4圈。 先做1组短针加针。 再按顺序,做4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5个中长针。 再按顺序,做3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8组短针加针。 再按顺序,做3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5个中长针。 再按顺序,做4个短针。 再做1组短针加针。 再做一个锁针。 空一个针目,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做一个短针加针。 与第一个针目引拔。 第4圈,47个短针完成。 拉大线圈,进入断线。 你擦线头。 像这样的鞋底呢,我们要编织两个。 一个断线。 一个呢,不断线。 那另一个我也做好了。 它们编织方法都是一样的。 然后,编织好之后呢,将两个织物 重叠。 把它们对齐。 那开始做第5圈。 将针插过线圈,将线拉出。 按顺序,做46个引拔针。 每个针目要对齐。 按照这样的方式,将后面的完成。 46个引拔针目完成。 拉大线圈,进入断线。 最后,隐藏下线头。 第一部分鞋底完成。 再做第二部分鞋带。 左手持线,先预留长线,进入缝盒。 打一个活节。 做24个锁针。 第一行,24个锁针完成。 开始第二行,再倒数第二个针目上编织。 先翻转之物,挑背部这条线。 按顺序,做11个短针。 再做3个短针。 最后,按顺序,做11个短针。 第二行,25个短针完成。 开始第三行,先做一个锁针,翻转之片。 先按顺序,做13个短针。 再做3个锁针。 在倒数第二针目上,开始编织两个短针。 再按顺序,做12个短针。 第三行,27个短针完成。 拉大线圈,进入断线。 留足够长的线,随后需要缝合。 第二部分,鞋带完成。 最后,做第三部分,将鞋带缝合在鞋底上。 继续速分数点转。 也好点。 由于彩虹的锁针要。 为了一时, avoir多意大翅膀开。 任 доб缘签与下来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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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面 ini PamlaFree创与说咱们! 好,这款小拖鞋简单又有趣 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有凉爽的感觉 我是小慧,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